我剛剛寫了 It's never an end Never once It's just a beginning to know more about love 我其實寫的是我自己內心的一個感覺 就是每一次的結束 其實不是一個結束 它從來沒有發生過 它只是一個過程 讓你更了解懂得怎麼去愛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開始 它不是一個結束 剛才認識的看每樣展品啊 是不是有多幾個失戀的回憶呢 其實有很多 因為我自己 尤其是歌手這個身份 就是很多時候對很多的東西 會有投射很多的感覺 跟很多的感情 所以剛剛看到了一些物品 雖然有時候表面上看起來很奇怪 比如說半瓶的水 可是當你了解了當中的故事 當中的原因 然後自己很投入的去感受那個感情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還滿感動的 那如果遇到失戀的 你怎麼會這樣合過 這個失戀的那個情緒 我失戀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就是 搶言歡笑 我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人 我也會就是哭 我也會有很多很悲慘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覺得要好好的去享受 因為其實在傷心的時候 你才知道自己有多麼的想要被愛 跟想要去愛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失戀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不是要讓它趕快的過去 而是要好好的去珍惜跟反省跟學習 那將來自己會變得更幸福 那有什麼就是抒發那種情緒的一種 有沒有Peple 啊 可以參加什麼 呃 抒發情緒的Peple 可以聽我的歌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音樂的陪伴嘛 每一次在失戀或是不開心的時候 都會就是聽歌 然後就是聽很多不同類型的歌 然後讓自己去 好好的去享受那份感覺 所以自己也有曾經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寫到歌裡面 或是用那種情緒唱出來嗎 呃 其實我有很多首歌曲都是我自己的愛情故事 像大最 呃 就是大認識陳善的第一首歌 天后這首歌其實是我自己的愛情故事 我當時找了彭學斌老師 就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創作人 請他把我的一個感情 我的個性寫在歌裡面 因為我想唱一首真的完完整整是自己故事的歌 所以後來就有天后這首歌 那他跟我們講一下就介紹了還有什麼樣的紅色情 你們有發專輯的答案嗎 呃 我最近有很努力的在籌備我的新專輯 然後呢 專輯裡頭當然也有很多失戀的情歌 然後呃 也再一次的把很多我的一些回憶 跟我一些關於失戀的故事呢 都放在音樂裡面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我的新專輯 在今年的秋天會跟大家見面